你 我在换衣服呢 你怎么不敲门就起来 那我 你干吗 在你心里 我只是这般可有可无的人吗 你在说什么呀 你告诉我 你对我究竟是什么感觉 不要再跟我查课打婚 我想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在说什么呀 你放开我 你现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戏犯 都已经过时了 那你为何总也要亲我 我 那不是喝醉了吗 你要这么介意的话 我给你道歉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也不喜欢你把我推给别人 我只想要你 你拦着我做什么呀 我要见冲哥哥 闲人 勿进 闲人 你说我是闲人 我可是 我可是他姐姐的小姑子 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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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听不懂我说话呀 我不是外人 我要见冲哥哥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木头 行 冲哥哥 我是你的瑶瑶呀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我改天有空再来看你 我会回来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眼前总是能浮现你的身影 我的耳边 也总能想起你的身影 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 不想 我 和我 我 你怎么在一起 你 discurs 我 找我 别人 我 你 我 不 不行 不 不行 我们不可以在一起 为什么 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是你的亲姐 伏红是我的未婚夫君 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角色 那我明日便去告诉我父亲事实的真相 让你以自己的身份 活在这朗朗乾坤之下 即使 我没有失礼红装 娶你过门 慕容冲 你别犯傻了 待我身份被揭穿的那天 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离开 你觉得我娘和大哥会让你离开吗 朱安 你想要一杀门 那便留在我身边 我定护你周全 慕容冲 谢谢你有这份心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你以后也不要再和我说这些话了 二公子 二公子 老爷让您去书房一趟 知道了 这就来 好 我 没有 没有 不 你快 你快 父亲 冲蚊啊 来 坐下说话 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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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冒帝 有话慢慢说 我谢家上下老小七十六个 除了我 都被杀死了 你说什么 谢家 谢家被灭门了 怎么会发生如此惨案的 你谢家得罪什么人了吗 我叔父为人正直善良 从未得罪过什么人 即便是得罪的人 也达不到灭门的程度 我今天晚上才刚到家 若不是叔父把我藏进水缸里 我一定会被那个魔头杀死的 那你可看清他的脸了 我没有看清那个魔头的脸 他的脸被头发遮住了 他杀人的方式怪异狠辣 财人至极 岂有此理 那魔头竟敢如此行凶 别说明根本没有把我们整个武林看在眼里呀 此事不只是你谢家一家人的事 那魔头若不早日出去 势必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我立即召集圣月山众英雄 缉纳凶手 让你谢家报仇血恨 父亲 父亲 母亲 我 父亲 父亲 小 irs 你快走 胙子 你帮我吗 你教我 这要有什么 回头我教你 瑶瑶 哥 哥 哥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果然比之前更俊朗了 这段时间不见 你这小嘴 倒是变得越来越甜了 小姐 梦桃 你也更俊朗了 小姐的审美也提高了 没想到啊 你还有这么软萌的妹妹呢 软萌是何意啊 软萌就是 超级可爱的意思 现在外面这么危险 你又从家里偷偷跑出来 你知道你不见了 我有多着急吗 幸好你遇到了朱婉和阿冲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还不是因为 你总是不回家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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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怪她了 有这么关心你的妹妹 你就烧高香吧 还是嫂子最好了 还是嫂子最好了 谢家的灭门惨案事关重大 我们圣月山 绝不会允许那样的魔头 随意杀戮 定将的魔头 缉拿正法 才能给谢家一个交代 盟主 事务已迟 咱们现在就去香州调查 老夫爷正有此意啊 让那个江湖败类在世上 多活一天 就多一天的隐患哪 弯主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我去叫郎中 不 不用 爹 你身体不适 就不要亲自去香州了 让儿子带您去吧 没事 爹 大哥 你还是在家休息 等我们的消息吧 是啊 盟主 您可以坐镇在家 若是有什么消息 咱们也可以相机行事啊 对啊 爹 盟主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有二公子 和这么多叔叔伯父师父们在 一定可以查出线索的 请父亲 放心 冲儿 此事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找出凶手的线索 请父亲放心 阿冲 出事了 线下边面门 只剩鲜明一人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白天 大白天的谁这么大胆 杀人全家 谢明可有看清凶手的长相 我父亲听闻此事 悲弃得可险 我带他去趟香州 爹怎么样了 暂无大碍 我也一起去香州 我也去 带上我吧 此行事去调查命案 其实儿戏 你们女孩子家就别参与了 孟腾 带小姐回建安城 是 我不 我这才来 我不要跟哥哥分开 瑶瑶 我让西风和孟唐 送小姐回去 路上也方便些 还是阿冲想的这道 还不谢谢二公子 谢谢二公子 少爷 我带小姐先回去了 去吧 小姐 请 此行前去 调查灭门的事 不容迟疑 我们现在就出发 把我也带去吧 毕竟谢明是我的铜窗 我也想贡献一份力量 好吧 那你快回去准备 好 我们也走吧 谢家居然被灭门了 不容迟疑 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真是叫人提心吊胆 万一那凶手要是再次行凶 可如何是好啊 最怕他盯着咱们这几家动手啊 匿急的事啊 就先放一边吧 盟主已经出关了 咱们还得指望他庇佑啊 对 对 盟主肯定会前往襄州 调查谢家的事 咱们这就赶往襄州 对呀 襄州 你怎么又不敲门 此次调查凶案 可能会有危险 你身边有把 衬手的兵器也好防身 我去武器库跳下了好久 想着你应该会喜欢这把刀 谢了 好多宝石啊 这把刀叫如意 相传 最早的主人 是成千亿老前辈的 一位至交好友 成千亿老前辈的至交好友 不过是女朋友吧 据说这位至交好友 的确是位女子 那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值钱了呀 好漂亮 此道与你有缘 不如改个名字 不改 如意如意 如我心意 多好听的名字呀 对了 这是我给你抄的心法 你有空多练练 我有时间也会教你的 谢了 那你快收拾吧 我去温温等你 怎么会这样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着火 到底是谁放的火 到底是谁放的火 或许是凶手 又牵回来会是灭迹的 此人的手段 简直是丧心病狂 我看这凶手就是个变态 这要让我抓到他 我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 诸位 我们尽快搜寻一番 看能否找到一次线索 走 走 公子 二公子带着人来乡州 查谢将面门一事 您是否要过去的 不去 别再烦我 是 一无所获啊 什么也没发现 一无所获啊 大伙把所有线索都烧毁了 实在是可恶 居然连个全尸都不给谢家留 没有发现 看来这儿 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西方 你去驻边再探查一下吧 是 谢公子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保重身体啊 身体好了才能复仇 据谢明所说啊 那个疯子 不但杀人手段十分残忍 而且他的功力 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我们在场的人 没认识他的对手 是 是 你 是 不得了 他 对了 你 你 只能复杀 你 你 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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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政委 为我谢家做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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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吗 我 我也时日不多了 老爷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我在闭关的时候 暗中修炼了山海秘籍 但是山海秘籍凡事极大 根本不是常人所能修炼的 我与凡事抗衡了许久 但是 已经到了有禁灯孤的时候了 怎么会这样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老爷 我们去找云鹤道长 他一术高明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用了 来不及了 我只是看不到 我的宝贝女儿小婉出家 更看不到 那未出生的外孙 也看不到 我的幸福快饶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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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孩子们 不要再去寻找山海秘籍 我已经把山海秘籍毁掉了 我不想看到我的子孙后代 我的后尘 白白地葬送了性命啊 千万记住不要告诉孩子们我的病 不要让他们担心啊 不要让他们担心啊 我知道 此事颇为气象灭蓝了 谁作为死凶残了 就是 太惨了 你说谢家儿 是不是跟山姐手乱 我看那凶手 应该还会在这周围活动 或许很快就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你 以我的看法 我们不如将几拨人分批次 潜藏在香州的各处 儿公子 卓岸小姐 不好了 怎么了 慢慢说 盟主病重 正等着你们过去呢 你说什么 盟主昨天还好后的 怎么会突然病重 爹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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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儿 晚安 老爷将你们进屋说话 爹 爹 爹 重儿 等你娘 先出去一下 我跟小婉 说说话 爹 重儿 你先下去吧 老爷 让我留下来伺候您吧 木柔公子 盟主怎么样啊 重儿 大哥他怎么样 对啊 怎么样的 情况如何呀 盟主没事吧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怎么会 小婉呢 小婉 爹 我在这儿 爹老了 不能陪你了 爹 不能陪我是什么意思啊 人呢 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小婉 小婉 爹还记得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小的一点 一天 闻闻闻闻闻闻的 爹都不敢去抱你 怕把你抱坏了 但是爹 还知足 能看着你 健康成长 爹也感到很遗憾呐 遗憾的是 不能看着你 嫁给一个好人家 也看不到你 穿上漂亮的假衣 也看不到 你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爹 您别这么说话 我害怕 爹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宝贝 我的宝贝 还有很多很多钱我都给你 你不要这样的好不好 你会好起来 杀 杀孩子 竟说傻话 爹 在爹心里啊 小婉 一点都不傻 她是上天 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我最疼爱的女儿 小婉啊 爹不能陪你了 爹不能陪你了 快 不哭孩子 不哭 小婉 听话 一定要 坚强 有点你啊 有点你啊 爹 爹 小婉还给你包对虾 我还要给你买好多好多好看的衣服 买好多好吃的 换好多钱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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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爹 快 走 盟主 老爷 感谢大家前来调研 正在那里 你愿意 这位的坊才是 夫君留有遗言 将盟主之位传给二公子 慕容冲 二公子天资过人 又是嫡亲 名正言顺 没错 况且二公子正直善良 相信他能维护好江湖秩序 带领我们江湖正道 百齿甘头 看来大家对冲儿都认可 既然如此 且慢 老夫上主意义 是二弟啊 二弟这是何意 大嫂 我不否认冲儿天资过人 但现在武功还没入上城化鈴 可难以服众啊 那二弟有何高见呢 不敢 有慕容家三位长老在此 此事还需从长计 三位长老也到了 苏氏 盟主之位需另选贤名 二公子年纪尚右 恐怕是难当此大任吧 是啊 我看还是在历练几年吧 慕容于武功资历皆可 可以让他暂待盟主之位 三位长老 这么看重我慕容于 慕容于何德何能啊 要是连你都不能当武林盟主 我看就没人可以当了 那既然如此 我就暂待这盟主之位 待他日冲儿学有所成 我再把这盟主之位传给他 大嫂 意下如何 我看你们几位是老糊涂了吗 三位长老 盟主尸骨未寒 你们就投靠了慕容于 逼迫我们孤儿寡母 让出盟主之位 你们对得起盟主这些年 对武林操持的辛劳 对得起他对你们的信任吗 大嫂 此言差矣 三位长老也只是认为 这盟主之位应该是能者居之 你大可问问在场的各位 冲儿的能力如何 你大只要不准下谱 王主以死 简安易主 我们两个人 有 伍宫 此时应该收到 我发去的密信了 是时候回圣月山了 是 冲儿 只是有些小聪明罢了 难当大任了 您 大嫂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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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盟主之印交给我吧 不要再苦苦支撑了 让开 想不到堂堂圣月山总教习 竟然在盟主灵堂之上 逼迫盟主遗孀 抢夺盟主之位 简直是令苏某 打开眼界啊 大哥 他们欺人太甚 你可要为我和冲儿主持公道啊 妹妹放心 我不会让你和冲儿受委屈的 诸位 老夫这乡有理了 得知盟主先是 我们苏家连夜赶来调研 老夫本想在 灵堂之上 告慰盟主 切勿挂念深厚之事 却未曾想 关于盟主继任之事 竟然引起了误会 冲儿虽然年少 但根基稳固 武艺超群 天资聪盈 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不得了 刘仲 强 积会 武艺 你也不得了 解释 你也不得了 乱要 宋儿 你也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既然 你也不得了 恭喜二公子继任盟主 多谢舅舅和各位殊职亲友的鼎力支持 我慕容冲 定当不负诸位厚望 和父亲的期许 别得意的太早 既然大殿上的迷雾挑战 就是你慕容冲的死机 阿喜 你放我出去 阿喜 阿喜 我知道你听得见 阿喜 你放我出去 我要去跟我爹守灵 阿喜 小姐 夫人交代了 您不必去守灵了 您就在房间休息吧 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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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不理我 我知道您听得见 我要去跟我爹守灵 阿喜 阿喜 我爹走了 我爹走了 我要去跟他守灵 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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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不是真正的主婉 我没有资格去跟盟主守灵 但是盟主他待我不保 我就想去跟他静静笑 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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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听得见 你放我出去 阿喜 我求求你了 阿喜 阿喜 你爹在燕气前 居然没有把秘籍的下落告诉你 我让青铜找遍了整个府中 甚至连后山都去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真是气死我了 娘 其实你不必因为秘笈的事 埋怨我爹 山海秘笈非常人所能修炼 爹没有给我 也许是为我好呢 山海秘笈 是非常人所能修炼 可你是常人吗 你是百年不育的武学奇才 如果你拿到了山海秘笈 你便是第二个成千亿了 所以这个秘笈 你必须拿到 不过 你刚刚纪任盟主 眼下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所以 线下你就不能分心 再寻找秘笈了 今日 若不是你舅舅出面 迫于苏家的势力 那几个老东西 不会屈服于你的 尤其是那个慕容渝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他除掉才是 慕容渝朗子野心也不止一日两日 我之前是祭荡我爹 才夹起尾巴 待我把盟主之位坐稳 圣月山 便不会再有他慕容渝的一席之敌了 这一项 我们的家人 能够用 十万一 那一项 小家人 不然 你们有个人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诵荡 都不快 你 母亲 您为了救我 已经让珍珠万无辜远命了 儿子不想再早杀你了 你不会 对他动了什么心思吧 冲儿 你是武林盟主 也是我们慕容家的继承人 你跟他在一起 是不会有结果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跟他在一起 是不许多有意思 你这一切 你会得到 也会得到 你会得到 他的意思 要是你 你会得到 我有一个 他会得到 这些人 他会得到 他会有 他会得到 他会得到 一定给你找来良衣 彻底的治好你的病 小婉 今天爹在这 只要你看上的东西 随便拿 这些手织衣服 这女儿家不都得多背着点吗 我不能让别人家的女儿 把我的女儿给比下去啊 爹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你是爹亲生的 爹不对你好 谁对你好啊 对不起爹 对不起爹 我欺骗了你 对不起爹 我仍然居然 我更想说 我七岁来到圣越山 盟主待我吉好 事如稷 Chili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走得这么突然 我都还没来得及抱她的 朱婉 既爱身边 红二 朱婉 伯母 红二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我跟朱婉说几句话 你还真把自己当慕容府大小姐了 入戏够深呢 夫人 您多虑了 我只是想来给盟主使个领 感谢她的照顾之恩 顺便给她道个歉而已 更何况 在世人眼里 我是她的妻女儿 如若不首领 只会增添口舌之烦恼 既然要演戏 戏就要演足不是吗 明日 最好别让我再见到你 还有 你别打着圣月山慕容家的七号行尸 否则的话 我绝对会让你彻底消失 你别打着圣月山慕容家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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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跟我杀 一别打着圣月山慕容家的陪宫 陪宫 他爬 汪容家的陪宫 都会接受江湖各派英雄的挑战 这对冲儿来讲 并非一事 还要认真准备 多谢二叔关心 到时候还希望二叔 多为冲儿呐喊诸位啊 那是自然 你怎么还不走 你还没告诉我我的身世 你的身世在建安城 不启行 你 又怎么想 到底你osphorus 夫人 你就不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心心吗 我只知道这么多 别逼我对你动粗 失去一点 现在就滚 好 公子 神汤 放到吧 谢谢 那些个老狐狸很难对付呀 我舅舅看似帮我 实在内心有自己的晚算 若我不把他们所有人的底牌 多么清楚 以后我们便寸步难行 对了 朱瓦能 兽灵 依依 我去看看他 他也感到很遗憾啊 遗憾的是 不能看着你 嫁给一个好人家 朦瓦能主 我叫您爹爹的时候 我都是真心的 我好希望有个像您这样的爹爹 是您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家 爹爹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准备离开了 我留在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是我娘让你走的吗 我不想给你平添麻烦 朱瓦 我答应过你 会护你周全 你相信我好吗 留下来 其实我好难过 我真的对不起你爹爹 我真的对不起你爹爹 我 uncle 爹 这里的书 还有我书房的书 我全都看过了 但是都没有记载 谢家凶手的杀人工法 我甚至怀疑 那个魔头 跟你生日宴当晚 行凶的是同一个人 昨晚我也把江湖哥们派的底细 都摸了一遍 多没有发现 关于凶手的蛛丝马迹 或许 那个魔头修炼的功法 是你我二人未曾见过的 山海秘籍 那魔头 当真修炼了山海秘籍 也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若果真如此 岂不你我二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 我相信程千亿老前辈 在创立山海神宫的时候 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件 杀人武器来修炼的 或许那个魔头修炼的 根本不是真正的山海神宫 我们只要找机会跟他交手 就一定能找出破绽 找他克制之法 不知他下次现身 会是何事 我现在 是既希望他现身 又害怕他现身 洪高 你一定要当心啊 倒是你要当心才是 你才刚刚继任武林盟主 江湖各派未必信服我 爹 有没有 可海 他不想 他不想 菲 eres 想 abrir 我 不是 有 神 那荷包你是哪儿来的 我只知道 他嫁到了建安城 之后就没了音讯 要想知道 就去建安城吧 爹 爹 孩儿不休 孩儿回来晚了 威儿 莫要太过伤心 这慕容家日后 还需要你来支撑啊 二叔 听说我二弟打算发散后就接人了 是啊 他心急得很啊 我二弟所想周全 我等还要好好拥护他才是啊 爹 爹 是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那个魔头 趁你继任盟主最忙碌的时候出现 我现在害怕的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傅公子 不好了 傅城主 没了 你说什么 傅城主 没了 怎么可能 傅城主身体一向很好 家里可有书信传来 事发突然 建安城没有书信 只烧了口信 请傅公子即刻起床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洪哥 若有需要我帮忙 千万不要一个人扛着 我随时替你拆迁 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去 不必了 你的事情比我还多 怎可分心担心我的架势 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 我一个人轻装减刑 这样赶路才快 也好 那你保重 放心 周安小姐 您怎么又来了 救命 cial队 你不是 觉得你是 有什么的 你不是 你不是 有什么的 你不是 你会看 你不是 如果 我 partnerships 我的 住眼小姐 这便是盟主留给您的东西 注意 推的近 zweite 你再给她呢 一系从小时 我有什么问题 你终于你带给我 你给那个人带你带给我 你带我带我带你带你带我 你想一帮你带我带你带我 我要带你带你带我带我 你带我带你带我带你带我 你带我带我带你带我带你带我 贵什么 让我带来 你给我的 我再买个小杰 买个大宅 把我拿走 大宅 还说 你把我拿走 我一定要 等你回来 停车 冲儿 这继任之事已尘埃落殿 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你定要兢兢业业 莫要辜负了你父亲的遗愿 是 母亲 孩儿定当竭尽全力 做好分内之事 我看继任大典 就定在老爷发丧后进行吧 毕竟是武林大事不可怠慢 你们认为如何 全凭母亲做主 既然如此 那便回去 为继任大典做准备吧 是 冲儿 有几句话 母亲还是要交代你 母亲请说 新盟主上任 向来要接受各帮派的挑战 如果新盟主败朕 就要让出盟主之位 所以 那天你一定要格外小心 不仅要提防着外人 更要提防你叔父和你大哥 母亲放心 孩儿也做好充分的准备 只要你能拿到山海秘籍 那些人 便不敢再生出疑心了 所以冲儿 咱们要抓紧寻找秘籍 是 去吧 嗯 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不是真正的慕容珠啊 仙下盟主也不在了 我的戏份也结束了 我该杀青了 对不起啊 骗了你 你能跟我说这些 我真正的慕容珠 我真正的慕容珠 我不在意你是谁 也不在意你的身份 我只知道 我喜欢你 既然你此次也要去建恩城 不如跟我一起去赴家 我定会找人帮你调查身世 互你一事周全 卫儿 等一下 卫儿 等一下 卫儿 等一下 叔父 您叫着我可是有事啊 我 五十几开 他才可能啊 我在宁侍 我基于秘类 武功又不急冲堤 又无人帮扶 韦儿 叔父愿意扶你当这盟主 相信你我叔侄二人 一定能把慕容家发扬光大 可他们还有苏家人帮忙啊 叔父 多谢你的好意 我还是算了 你 朽木不可丢野 随叔父怎么想吧 你可老家伙懂什么 待我神功一成 到时还有谁能拉我 现在不过是韬光养晦吧 蒙主之威 时早是我的 朱儿 你们小姐呢 小姐她 已经离开了 离开 那她有什么事啊 她已经没留下什么书信 或者什么东西啊 二公子 小姐真的什么都没留下 我说过我能护住你的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你怎么回事 谁谁 没留下 你什么事啊